好多东西怎么会有蛇呢 你把熊环粉 撒到他身上 然后用钳子把它夹出去 快去啊 前面叫他救我 救 别休息 救我 救我 前面叫他 快救我 你没事吧 贤妃娘娘 这好端端的 怎么会有条蛇呢 贤妃娘娘 贫妾觉得困乏 便想在暖阁里休息 就没叫其他人伺候在侧 不成想 忽然从梁上 掉下条蛇来 把贫妾吓坏了 那是条毒蛇 要是咬着你了 你母子都不保 可是这好端端的宫里 怎么会有蛇呢 多谢贤妃娘娘救助 要不贫妾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贵人快喝口水了 阿金 喝口水 今儿是金折 想必是什么蛇虫鼠蚀 都出来了 贵人运中怕冷 供着的碳盆暖和 也是招蛇虫呢 怎么了 好痛 主人 怎么了 痛得很 快去找太医 是 怎么了 医贵人 肚子疼 别着急 我肚子疼 去请太医了 我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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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角落里 多撒些石灰和熊黄 还有你们 这墙根底下 梁柱上都好好查看一遍 可千万别再跑出点毒蛇来了 uestos 要带不去 后家 如今 女人 神话 姓 颅 莫太 但 女人 行 他 不 她 他 昨八 雅 antig 如意 臣妾给皇上 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衣柜人如何了 这怎么会 又是玉蛇又是腹痛 听得本宫心惊肉跳 说来也怪 不知为何 从梁上掉下一条毒蛇 吓得衣柜人牵动胎器 才腹痛 太医也来看过了 如今喝了安胎药 睡下了 婴无大碍 俗话说 惊蛇到蛇出洞 今儿是惊蛇 玉蛇也是有的 义国人有孕不适 今儿可又遇到 这样的事情 这实在把洞得胎器啊 皇上 义贵人怀有龙胎 此番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实在可怜 臣妾听闻 蛇乃至阴至毒之物 昼然侵扰锦阳宫 怕有什么不利啊 皇后的意思是 锦阳宫靠近玄穹门 地气潮湿 若是往后再有蛇虫鼠蚁 惊扰了龙胎 那该如何是好 且锦阳宫现在正在翻修 依臣妾所见 不如将仪贵人 迁居别宫居住 迁居别宫 这一时间打扫出别的宫院 只怕是仪贵人 也住不惯呢 若是仪贵人愿意 臣妾宫中倒是可以暂住 皇上来了 别气了 臣妾今天受到这番惊吓 真是怕以后 再也见不到皇上了 你别胡说 朕还盼着你 为朕担下一个皇子呢 皇后啊 仪贵人本是你宫中的人 让她挪去长春宫居住 由你照料 朕也放心哪 是 皇上 臣妾有事禀告 方才臣妾与皇后娘娘 于协方殿过来 正是因为二二个病着 皇后娘娘 如今二二个病得正厉害 您哪里还能分心 再去看顾仪贵人哪 永连病了 要不要紧 怎么不早些告诉朕呢 都怪臣妾疏忽了照料 还请皇上允许臣妾 将永连先接回来照料 但永连痊愈了 臣妾再将永连送回邪房殿 是啊皇后娘娘 既然分心无数 不如先专心看顾二阿哥 哎呀若是没有贤妃娘娘 恐怕仪贵人今日也不能万全了 依臣妾看 不如就由贤妃娘娘 先为照顾仪贵人吧 贤妃娘娘本就替皇后娘娘 协礼六宫 行事又添皇上的心 由贤妃娘娘照顾 遂为何事不过了 皇上 今日幸得贤妃娘娘沉重 帮臣妾驱赶毒蛇 否则真的不知道 臣妾肚子里的孩子会怎么样 不过 不过臣妾是断断不敢在这住下去了 贤妃 你意下如何 皇上 臣妾未曾申育 不知该如何照顾有孕之人啊 你说的也是朕的顾虑 虽然贤妃未曾生育过 但把大阿哥照顾得多好啊 若是如今 连贤妃娘娘都推托 不敢看顾龙胎 那这宫里 恐怕再也没人敢担这个职责 贤妃娘娘可是怪贤妾从前言语失礼 今日得贤妃娘娘救助 贤妾满心感激 还请贤妃娘娘能看顾一二 别叫贤妾再住在这里了 如意 皇上 臣妾即可回去将偏殿收拾出来 供仪贵人居住 仪贵人还不要嫌简陋才好 怎么会呢 以后可要叨扰贤妃娘娘了 好 那就这么定了 你和三宝把冬暖阁收拾出来 仪贵人很快就搬过来 奴婢会好好收拾 仪贵人怀着龙胎 延禧宫上下一定要小心照顾 这个自然 仪贵人这样的好福气 不必再也会小心 姐姐 海兰 姐姐 今日在景阳宫受惊了吧 你消息倒是灵通 坐 如今宫里 个个都盯着景阳宫呢 有什么风吹草动 不知道的 往后这宫里的眼睛 得盯到严玺宫来了 姐姐的意思是说 一个景阳宫 就足以引来毒蛇 往后仪贵人迁宫了 这严玺宫 岂不会成为蛇虫鼠蚁 分至他来之地 我正担心这个 姐姐别担心 你看 姐姐 你看 这些是什么草 这个是薄荷叶 艾叶 还有半枝莲 都有驱虫辟邪的功用 我想着做一些香包 挂在严玺宫里面 希望可以驱邪避灾 你也觉得 仪贵人御蛇 十分蹊跷 是啊 你想仪贵人御喜 人人都伤心呢 怎么会突然出现毒蛇 又这么恰好 就落在仪贵人的住处 姐姐 今日若非你沉稳 仪贵人他们母子的性命 便很难说了 是啊 是巧 皇后娘娘恕罪 臣妾擅作主张 实在是有不得已的内情 你主意到大的很 说来听听 臣妾知道 皇后娘娘关怀仪贵人 想接仪贵人到长春宫居住 可皇后娘娘细想 到底是二阿哥要紧 还是仪贵人母子要紧 二阿哥得的是孝证 须得在您身边细心养护 可这仪贵人运忠娇弱 心里说不定多介意呢 若是倒是闹出什么不快来 皇上也只会怪罪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又何必将这种苦差事 揽到自己身上呢 更何况仪贵人受到惊吓 日后必定会日夜折腾 反而影响了二阿哥养兵 皇后娘娘今日抛下二阿哥 到景阳宫去看望仪贵人 皇上已深知您的贤惠了 家贵人所言极是 奴婢看皇上对二阿哥上心 定是会常来长春宫探望 这也是皇上与娘娘修好之机 若是仪贵人夹在中间 反倒诸多不便 再者 万一仪贵人有什么差池 那也是贤妃的不是 与娘娘无关 那可不成 皇嗣要紧 若是仪贵人这一胎是个皇子 本宫定要亲自抚养 赵仪泰呢 赵仪泰去协方殿接二阿哥了 林兴正在将偏殿打扫出来 以供二阿哥养病居住 家贵人 是本宫错怪了你 难为你一片心 世事被本宫思量 朕妾自当年嫁入前敌 能在这后宫有立足之地 无非是皇后娘娘照抚 否则臣妾什么都不懂 又是个不知忌讳的性子 说不定皇上 早就嫌弃臣妾了 你的心思 本宫都知道了 好了 别跪下了 谢皇后娘娘 姨贵人那里闹了蛇 双喜 朱儿 姨贵人那儿的蛇 别是你那儿跑出去的 不能啊 奴才养的都是无毒的蛇 再说了 奴才竹篓里的蛇 一条都没少啊 那就好 还是把你的蛇扔了吧 省得旁人一心咋嘛 吃啊 来 朱儿 听说姨贵人被蛇一下 挪去了贤妃宫里 挪去了贤妃宫里 除了皇后照顾有孕嫔妃 再是本宫分老 哪轮到她惹人嫌 真是岳祖呆跑